自任用李泽华同志为蓝头县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席马英九 国民党副比辞典郑家王两出派人 自是选择当中央副主任李贴华 调到南岛广东部担任主任委员 虽然被落前的感谢他也将应声交给李贴华 过去这一事是相对简单两种 郑家王表示 感谢在国民党南岛广东部担任这年十五位主任委员 在党部的表现是相对结出 这次在党中央的东西之下调派到高雄 对处感谢表示 高雄对来说是一个很适合的环境 未来会好好地地向来打基礎 大家对严主委这一年四月 对他的政绩 对他为人的政派 对他工作的落实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平良心讲高雄是我一个新学习的场合 我一生到高雄除了游玩 下去走路大概没有超过十遍 唯一的经验只有服役期间在四海一家受训 就仅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对我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场合 要向高雄的所有相亲学习 最后南岛广东部主委委员李铁华过期是当中的副主委 不只说李铁华选少年 但是他的经历是相当豐富 这属特别众议对台北来到南岛来 选丁的领测房 南投县的国民党在这边的房子工作 不管是我们过去像副总统 和很多林元朗领导县长 他们大家所担定的基础市场配奖 所以我第一次来到南投服务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做好我们的国会党 这个反应民意宣传政策 然后结合党跟干部 然后我们来拨打来跟社会团体 大家做交流 然后可以把我们党的基础 然后再往下更生产 本身是台北来的李铁华 虽然对北部招来 但是他说他对南投这个地方便不成分 未来向政府的方法来核心 和南投的乡亲好相交流 都在推动东部中央所交代的任务 既知道点听彩虹报道